好,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现在正式开始这节奏的内容 截止到目前为止 我们这样的一个正者表达式的主要的一些用法 全部都给大家已经讲解完毕了 好,那么内容确实是挺多的 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要多看几遍 正者表达式的问题在于 你现在能听,能够听得懂 但是也许你一段时间不用 你马上全部就忘完了 好,那么等会我们再说一下 怎么解决这样的一个正者表达式遗忘的问题 好,那么最后 关于这样的一个正者表达式的RE模块里面的方法 还有两个 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这两个模块 我这两个方法 我个人是不太爱用的 因为它没有我们的方式2号用 好,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法 是这样RE.match函数 另外一个是这样的一个search函数 对吧,这两个 绝大多数的这样的一个python的教材里面 其实主要都是介绍的match和设计 它们的功能确实比Founder2要强大一些 但是实际使用起来的话 还是Founder2这个函数 也更加好用一些 这个是我的一个经验 但是讲课 我们还是要把这两个函数给大家提一下 讲一下 其实这个不讲也可以 因为使用方式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match的说明 看见没有 它就是这样的一些东西 parton 然后这样一个search函数 和我们Founder2几乎是一样的 好,那么这个设计函数也是一样的 等会我们说一下match和设计有什么区别 好,那么既然函数的参数列表是一样的 我们就不再讲参数列表了 我们重点看一下match和设计 它返回的结果和Founder2有什么不同 好,我们还是在这里放一个s字符串 好,这个字符串是我们上节课的一个示例 然后我们现在用match这个函数 来匹配一下我们的数字 好,反斜档D 这个是正的表达式 然后是我们的字符串S 好,我们就用最简单的这样一种形式 好,然后我们用一个结果R来接收一下 最后我们反应这个结果R 好,那么最好的学习方式 就是自己动手来试一下 好,我们发现什么呢 我这里运行错了 我这里执行的是C15模块 我们现在是C16 好,我们会发现这个R打印的是一个none 这样一个空 好,那么这个时候就奇怪了 我明明正值表达式是要找到所有的数字 对不对 但是结果确实什么都没有 好,为什么没有呢 我们先不着急 我们再看一下这样一个设计 好,我们同样用设计 再来匹配一下我们的这样一个数字 好,我们这里用R1来接收一下设计 这个函数的返回结果 然后我们再打印一下R1 好,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这样的一个match的结果依然是空 然后第二个它打印出了我们上节课里面所看到的这样一个match对象 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同样的一个政治表达式 match返回的是没有匹配到结果 但是设计返回的是匹配到了一个结果 好,那么一个有一个没有 这个就是match和设计最大的一个不同 造成它们匹配结果不一样的原因在于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match这个函数它的一个匹配的特征是 它需要从次幅串的开始处开始匹配 因为次幅串的开始的地方 不是这样的一个政治表达式的数字 所以说它返回没有匹配到任何的结果 好,那么我们完整的描述一下match的这样的一个特征 match将尝试从字幅串的首字母开始进行这样的一个匹配 如果match没有找到相应的匹配结果 那么它将返回一个空 none 好,那么设计与match有所不同 设计它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就是 它将搜索整个这样的一个字幅串 一旦找到了结果之后 它马上就会把结果给返回回来 这个是它和match说不一样的 好,那么我们完整的描述一下设计的这样的一个特征 设计将尝试搜索整个字幅串 直到它找到第一个满足政治表达式的结果 然后将匹配的结果返回回来 好,接着我们把s的字幅串给修改一下 我们把第一个字母A把它给去掉 然后我们让它以数字开头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运行的结果 好,我们会发现现在的match的设计 它的结果是一样的了 为什么 因为match从首字母开始匹配 首字母满足条件 那么它就返回了这样的一个匹配成功的结果 好,那么设计它是搜索整个字幅串 所以说你第一个是不是字母对设计是没有影响的 好,那么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要关注的地方 就是match和设计的不同 好,然后我们第二个要关注的地方 就是在于这样的一个返回结果上面 很明显的,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match和设计 它返回的结果比我们之前用found out 我们用found out这个函数的时候 返回的结果要复杂一些 found out非常的直白 它就是把返回的结果用这样的一个列表 组合在一起,然后返回给你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比较推荐found out的一个原因 好,但是对于match的设计 它返回给我们的是一个对象 那么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这个对象它到底有什么特点 首先上节课我们学习了如何从match的object里面 读取我们这样的一个匹配的结果 当时我们是使用了什么方式 我们使用的是这样的一个group 这个方法来读取返回结果 好,然后我们修正了之后我们看一下 好,我们很明显看到 第一个我们没有改 所以说它打印的还是这样一个object的对象 但是第二个我们要用group函数之后 就可以拿到这样的一个匹配的数字了 好,等会我们会看到group还可以传入一系列的参数 然后关于group主的概念 我们等会还要给大家重点讲解一下 好,我们现在只需要知道group 可以把我们的匹配结果 发返回回来就可以了 好,然后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这样一个spam方法 spam方法将返回我们正责表达式 所匹配结果在原字符串里的位置 比如说我们的bar是第一个 所以说它匹配的spam就是0到1 好,那么现在我想问一下大家 match、设计他们和我们的fund2 除了在返回结果上有所不同之外 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不同 好,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match和group如果它们匹配成功的话 它们将立刻停止这样的一个搜索 而就把当前的搜索到的这样一个正确的匹配结果 返回给大家 它不会继续往下去搜索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我们这里是要匹配一个数字对不对 但是无论是match还是设计 它都只会匹配一次 它不会匹配很多次 这个是和我们fund2最大的一个不同 大家可以在这里 用fund2试一下 好,我们print这样的一个r2 好,我们发现什么 fund2将会把所有的匹配结果都给大家打印出来 好,那么三种这样的一个函数都可以执行这样一个正值表达式的匹配 那么至于选择哪一个由你自己来决定 我比较推荐使用这样一个fund2 原因我刚刚也给大家讲到过了 好,那么我们本节课 这个又给大家介绍了两个这样的一个re模块下面的函数 match和catch 它们是有所不同的 但是它们都可以用于执行这样的一个正值表达式的匹配 好,同学们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课